打碗刷牙大家都知道就是必須的 那我在餐餐飯後呢我也會使用漱口水 幫忙一些牙刷刷不到的地方清除一些齒垢等等 那在晚上睡覺前的最後一次刷牙呢 我自己的習慣是我會使用牙線 讓把更清不到的地方做一個徹底的清潔 因為細菌在嘴巴裡面時間久了它其實會有倍能效果 它會比原本的對牙齒產生更大的傷害 那你拍吻戲請問會做一些什麼? 漱口水是絕對必須一定要的 因為就是基本上對你們的尊重跟禮貌 那盡量的讓自己不在拍吻戲之前 吃一些口味味道比較重的食物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啦 我只是拍吻戲我覺得平常 日常生活也應該要做到這件事情 折身攜帶漱口水 淡淡飯後就使用 我相信是就像化妝 就像請謝謝對不起一樣自然而然的禮貌這樣子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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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